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指的是在ABC三组元中 任何两个组元之间都能发生共经转变 三组元之间也能发生共经转变所构成的三元像图 这样的像图可分为两种 一种是组元在固态互不相容的共经像图 如左图所示 另外一种是组元在固态有限相容的共经像图 如右图所示 组元互不相容的三元共经像图 在分析这样的三元像图时 需要分别考虑向区的立体图 曲面的立体图 曲线的立体图和三元共经点 下面我们先来分析各个向区的立体图 首先来看一下这个立体像图 E1、E、E2、E3分别为二元A、B、B、C和C、A的二元共经点 E为三元共经点 E1、E、E2、E和E3、E这三条线为二元共经转变线 TA、T、A、T、B、T、C分别为A、B、C三组元的融点 A1、B1、C1为三元共经面 A2、B2对应A、B二元共经温度 B3、C2对应BC二元共经温度 C3、A3对应CA二元共经温度 A、B、C为室温纯组元 我们先来分析两项区 在这样的三元共经像图中 你认为两项区会存在于哪里呢? 是的,两项区都存在于较高温度下 由液项开始吸出单一固项的区间 那么在这个立体图中 哪几个项区是这样子的呢? 左上角这个区间内 上面被TA、E1、E、E3、TA 这个面所覆盖 两个侧面分别由二元共经温度截取 即在AB、AC二元共经温度以上 为TA、E1、A2、TA和TA、E3、A3、TA 下面被二元共经点、三元共经点 及纯组元A所构成的曲面所封闭 分别是A2、E1、E、A1、A2和A3、E3、E、A1、A3 在这个区间内发生了什么转变呢? 是的,云经转变是由液项开始吸出 单指A项的过程 同理在-B处和-C处的正上方的这两个项区 分别为液项吸出单指B和液项吸出单指C的转变区 在这里需要指出 这三个两项区分别被TA、E1、E、E3、TA TB、E1、E、E2、TB和TC、E2、E、E3、TC面所覆盖 这三个面以上都是液项 因此是三元共晶像图的液项面 也叫初始结晶面 两项区结束后就会进入三项区 那么它们就会存在于二元共晶转变温度以下 和三元共晶转变温度以上的区间内 先看-AB侧的这个区间 上面被A2、E1、B2、B1、E、A1、A2 这个曲面所覆盖 侧面被A2、E1、B2、B1、A1 二元平面截取 底面由三角形E、A1、B1 三元共晶面的一部分所封闭 这个区间包含二元共晶转变线E1E 因此是液项R与二元共晶转变产物A加B的共存的区间 同理另外这两个相对应的区间分别为液项R转变为B加C 和液项R转变为A加C 这三个区间分别被A2、E1、B2、B1、E、A1、A2 这样的曲面所覆盖 且曲面上含有二元共晶转变线E1E 这样的曲面称之为中间面 是三项平衡共晶转变的开始面 另外在室温下还存在一个三项区 为A加B加C的三个固项存在的区间 这是由于三元共晶转变结束后 液项消失只存在三个固项A、B、C 三元共晶像图中的四项区存在于哪里呢? 四项平衡时发生三元共晶反应 即液项在共晶温度下同时生成 A加B加C的三个固项的反应 二元共晶反应在像图上表现为一条水平线 那么在三元像图上由于增加了一个维度 因此就会表现出一个水平面 A1、B1、C1就是三元共晶面 为四项平衡区 这个面包含三元共晶点E 在这个面以下液项R消失 全部转变为固项 因此共晶面也叫固项面 在这个面以上为二元共晶转变区 由此固项面不仅是三项平衡转变结束面 也是四项平衡共晶面 由于曲面、曲线和点都已涵盖在项区立体图的讲解中 由此对曲面、曲线和点的立体图 请同学们参考教材自行学习 因此三元像图的立体图可分解为 三个两项区、四个三项区和一个四项区 三项区、四项区和日本 三项区、四项区和不同